所有女人都要记住 脱贫比脱单更重要 我身上的衣服 尖上块的包包 都是靠我自己买 靠自己我还在杭州 买了一套房子 每年都能带爸妈妈 去国外旅游 面对人生 我有了更多选择权 追求我的人 也比以前更优秀 但是你别以为 我只靠工资收入 就有了今天 大多数人的工资 都会在日常花掉 五年前我也不例外 这些年真正帮助我改变 的是坚持理财 每月拿出三分之一的工资 攒下来理财 学习用钱生钱 而不是一直上班 靠体力赚钱 我现在不仅学会了 购买基金 债券 等多种理财产品 还养成了 平时花钱记账的好习惯 有了理财方法和习惯后 存款就开始不断增加 但一开始 我并不懂得如何理财 多亏我遇到了微妙 在微妙学习了 科学的理财方法后 保证了理财收益的 稳定和安全 现在我推荐你也报名 因为有班军人老师 全程辅导 所以像我这种零基础道 只用了12天就学会了 学习理财 拥有工资以外的收入 拥有富人思维 即使丢到工作 也有收入来源 也能体面生活 这份安全感 是自己给自己的